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南部的山区也会有零星雨 周日和周一只剩下东北季风的影响 水气少 偏干 不过银封面的北部地区 东半部还是会有短暂雨 南部也会有零星的降雨 其他各地云量多 午后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 而周二开始水气持续地减少 只有银封面的大台北地区 还有东半部恒春半岛短暂雨 其他地区多云稻情 午后中南部山区短暂雨 至于温度方面 明天到周一还是偏凉的 白天舒适 北台湾就是红色的这条线 低温大约21-22度 中南部和花冬 地温在22-24度之间 高温大约在30度以下 周日开始慢慢地回温 一天比一天要热一点点 至于空气品质方面 提醒您从台中南头一直到台南 空瓶都是橘色提醒 敏感族群出门 最好戴上口罩 至于周休假期的天气 先看到北部 多云时晴部分地区短暂雨 21-28度 而中部多云短暂雨 22-30度 南部也是多云短暂雨的天气 23-30度 至于东部阴天或是下雨天 21-27度 使用follow me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 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水气还是偏多 降雨几率高 北台湾早晚偏凉 白天舒适 中南部偶尔会飘雨 另外周日的天气会更稳定 温度略为微深 另外桃源到彰化 恒生半岛 还有外岛会有较强阵风 到户外要稍微注意 继续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数据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